大家注意看 以后再想吃朝鲜族小咸菜了 不要出去买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 鲜香脆手特别好吃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树上摘的大头菜 对半切开 去掉白菜根 用手撕成嘴巴大小的小块 搭配上一些辣椒 黄瓜条 口感会更加脆爽 多撒上一些精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小时以上 把所有的食材腌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钻干 这个盐水你可千万不要丢 留着备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把食材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 我已经分享了 两千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都没能收到 您的小红星 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吧 谢谢大家了 最后用力的钻干水分了 加上韭菜段和原葱丝 再加上一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啊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19块九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所有的食材 拌匀了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 鲜香脆爽更加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